台南市议会今日进行实声总咨询 台南市议员蔡淑惠咨询时提到 黄金72小时之前就启动大纲牙进行拆挖动作 他质疑这样是否会造成第二次的挤压 台南市长赖清德则回应 现场只要侦测到生命迹象 大纲牙都是立刻停止工作 就是生命探测器一样有探测到有生命迹象 那时候我们市长还信誓旦旦说 一定会在对短时间内 把这个有生命迹象甚至有听到人家 哭哭哭的声音的人救援出来 结果事实证明 结果事实证明 我们启动大纲牙 在黄金72个小时之前就启动 结果启动之后 不好意思 不再有生还者 那现在是生命探测器有误 还是我们启动大纲牙造成第二柱的挤压 压迫 让那些人 死于非命 台南市消防局长李明峰回应 都没有发生生命迹象 那那个部分呢是疑事 后来我们也经过研判 研判了很久 那个也有可能是那个什么 那个回应的影响 你们所有0206到最近 所有的新闻稿 你就明明启动大纲牙之后 还发现有生命迹象的生还者 你现在又说大纲牙启动 又没有生命迹象 你睁眼说瞎话嘛 台南市长赖青的回应 现场若是侦测到生命迹象 不论是真的或是机器误判 只要有侦测到讯号 不论是大纲牙或是其他大型机具 都使力可停止动作 F16是大纲牙 进去之后才发现生命现象 所以马上就停了 因为这是根据相关的规定 现场如果有侦测到生命现象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生命森测器会产生 有时候误测误测 但是只要有讯号 大纲牙或其他机器都停止 这本来就是SOP就是这样子 在救灾如果有成绩的话 这个也不是我个人 这是大家共同参与的结果 蔡淑惠议员会后受访时提到 大纲牙出动的决定 到底是对还是错 希望这样的经验 能作为台南市政府团队 或是全国 在启动救援工作时 能够作为一个评估 我想我们还是很肯定 0206整个救援工作 不管是事务团队 或是民间团体 大家共同的努力 但是我们非常遗憾 就是0206在启动大纲牙 居然是在黄金72小时 救援时间之前 就启动大纲牙 而且我们可以从数据上 明显看出来 启动大纲牙之后 不再有任何的生还者 那我们会提出质疑 说大纲牙的救援 到底是对或不错 那整个救援 大纲牙启动的时间 到底是不是太快了 所以我希望说 这个能够作为以后 市府团队或全国 世界各地在启用 这个救援工作的时候 能够做一个评估 记者王慧怡台南采访报导 是级'll 剑